Hello 大家好 有一个突发新闻 就是在21号上午有两家知名的航空器观察网站 发帖表示 一架美军RC-135W电针机短暂飞越台北市上空 消息一经传出 引起军事专家及航空迷大为震惊 在当天 台湾的美国防部对此予以否认 这个大家知道啊 之前就已经传出过类似 像类似于美国军机从台湾起飞也好 或者说美国军机越过台湾上空也好 已经发生过几次了 这种所谓的传言 但是台湾方面呢 都是予以否认 那么美方呢 也没有做更多的解释 那么这一次啊 就针对21号上午的这条消息 今天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 证实的确是飞越了台湾上空 这个这架美国的RC-135W电针机 疑似在31500英尺的高度 短暂了飞越台北上空 它是飞经台湾中央山脉的时候 飞越了台北市的上空 另外有消息称 另外一架美国的RC-135侦察机 从屏东起飞 这个消息美军并没有证实 美军证实的是 的确是有一架飞越了台北的上空 如果这件事已经被美军证实的话 我觉得台湾方面再否认也没有用了 大家知道这个国防国防法 中国大陆的国防法 在下个月初 11月初就要修改了 其中涉及到的就是关于国家分裂 关于外敌入侵等等多项的条款 会增加到新的国防法里面 这就意味着在类似于这种事情 如果一旦发生的情况下 那么北京这边就有有法可依了 当然你在国防法还没有修订之前 美军的这次穿越台北上空的这次行动 也明显的入侵了中国的领空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么台湾的领空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也算是中国的领空 只不过是之前两岸的分制 对吧 大家有一个默契 就是你管你那片 我管我那片 但是他有一个前提 就是不允许第三方介入 尤其是军事力量的介入 如果说有第三方军事力量的介入 这个已经触动了中国大陆 武统台湾的六大条件之一 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 有第三方军事力量介入台海 甚至于这个驻扎台湾 那么如果说美军这次军机 飞越了台北上空 他还不光是飞越台湾上空 他干脆就飞越了台北上空 这个的这个意思就非常明确了 美国目前对于台海两岸的这个挑衅 已经逐渐到了最高潮 今天也是拜登和川普电视辩论的最后一场 这个正值他们是吧 在电视上唇枪舌舌舌舌舌舌的时候 那么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证实了这条消息 接下来就需要看 北京方面怎么反应 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 可能反应会比较 要比较谨慎 如果你反应的非常激烈 那么对于美国大选最后的结果会产生影响的 我正在看这个美国大选的直播 这个直播现场正在讨论关于中国问题 如果说你反应的不激烈 那么你就等于是坐实了 承认美军可以随意的进出台湾领空 说白了也就是可以随意的进出中国领空 这个你站在中国的角度 这个是无法忍受的 这个已经是亲门踏户 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所以说 这条消息刚刚播出来 我们看一下北京接下来的反应 感谢观看